偏远山区杨家傲 这是村子里热闹的一天 四处张灯结彩 村子里正在进行了一场荒诞的婚礼 新娘子走下花轿 脸上一脸的稚嫩 怎么看也只有十二三岁的年纪 而新郎更是令人惊掉下巴 带着大红花不停哭闹的新郎 竟然是一个不过三岁的孩子 这样两个未懂人事的孩子 就要在今天结为夫妻 新郎被鞭炮声吓得不停的哭闹 在地上不停的打滚 就是不肯与新娘子摆堂 新娘稚嫩的脸上也是一脸的好笑 无奈公婆只能找来一只公鸡替代新娘 于是就了如此荒诞的一幕 新娘与公鸡再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故事发生在民国初期 那时的中国虽然结束了清朝婚姻的统治 但民国政府依然昏溃无能 中国正处在一个封建废住 但现今的思想和理念 并未深入中国民众的内心 太多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封建和传统 毕竟多年来根深蒂固的东西 不可能随着一个并不是怎么强势的民国到来 就会改变的 童阳席就是封建社会最古老的思想之一 村子里的这场婚礼就是春宫一家 为自己这个未满三岁的儿子去的童阳席 嫁给这个小自己十多岁的丈夫后 潇潇每天的活就是白天带着丈夫春冠去河边洗衣服 然后晚上再回家 在茅屋顶唱着歌谣轰丈夫入睡 日子虽然有些辛苦 但好在一家人带她都算不错 年幼的潇潇也只是觉得换了一个地方吃饭而已 并没有伤天赶地的觉得命运对她不公 毕竟那个时候的女人大多都是如此的 而且婆婆也对她也非常不错 潇潇认为这样就该满足了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而过 转眼间几年的时间已经过去 潇潇此时已长成了挺挺玉立的少女 而春宫也长成了一个半米多高的孩子 婆婆怕潇潇招惹是非 特地为她缠上了厚厚的裹胸布 家里的长公花狗也赞叹潇潇已经是黄花大闺女了 就连看她的眼光也不再曾见得单纯了 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院子里闲聊 长公花狗谈起了自己在城里的见闻 说自己在城里见到的女学生把辫子都剪去了 像尼姑一样留着所谓的学生头 有些学生甚至学着穿洋装 露着两根肩膀 也不顾别人异样的眼光 那些学生们花的钱能够在这里买十几头水牛 而且他们都是追求自由恋爱 想跟谁好自己说了算 一家人听后唏嘘不已 因为这些举动在封建传统里都是伤风百俗的 是不可以容忍的存在 而花狗的话却在肖肖的心中悄悄的种下了一颗种子 等待青春的滋润便逐渐发扬 花狗看出了肖肖的一样 自从那天开始 花狗便变着花样的聊拨肖肖懵懂的春心 花狗家中一穷二白 在那个时候想要娶上媳妇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花狗如今二十多岁更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肖肖的满是青春的身体对她充满了诱惑 她不在言语上挑逗肖肖 而且还在晚上偷躲在暗处偷窥 但眼见肖肖一天天成熟 自己却没有任何一亲方泽的机会 花狗分外的沮丧 等待了许久 花狗终于等来了自己想要的机会 在一个天气阴沉的上午 肖肖带着春官在河边玩爽 天空中突然雷声打坐 雨点便如瓢泊般下了下来 肖肖抓紧带着春官往家里赶 但没走到一半身上便湿透了 肖肖怕春官淋雨导致发烧 就带着春官躲到了村头的墨房里面 肖肖看了看思想无人 便准备脱下衣服 将树胸的布整理一下 因为全部被雨淋湿了 此刻显得格外难受 就当肖肖将外衣脱下 解开树胸的手 花狗却意外的闯了进来 原来她也是来避雨的 肖肖顿时手足无措了起来 她见避无可避 只能躲进草垛里面 将自己盖了起来 殊不知自己的若隐若下的唯唯诺诺 正好点燃了花狗心中的欲望 花狗朝年少不懂事的春官 说着一些明智暗喻的话 然后将春官打发走了 此时的墨房内 就只有花狗和肖肖两人 其实肖肖的心中 早就有了花狗的影子 毕竟哪个少女不怀春呢 花狗一步步地走向肖肖藏肾的草垛 然后拉开肖肖的果胸布 墨房内顿时春光无限好 尝过禁果的亚当和夏娃 根本抵受不住诱惑 更何况这两个正处在青春期 欲望懵懂的人了 自此之后 肖肖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 她再也提不起精神来干活 对待自己的小丈夫春官 也是一脸嫌弃的表情 每当晚上哄睡丈夫之后 肖肖都会偷偷地跑出来 与花狗优惠 当时那个娇羞且怯弱的肖肖 也一改之前的作风 在欲望的加持之下 肖肖变得热情且奔放 两人的身影活动在田间山野 就像在春天开放的花朵 肆意且热烈 不被社会所接受的恋爱 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意外 过分放纵的肖肖 终于尝到了恶果 在某天干活的时候 肖肖意外感到特别的恶心 而且对酸的食物特别有食欲 不再是孩子的肖肖 突然意识到 自己可能已经怀孕了 当晚肖肖照常去找花狗私会 同时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花狗 但花狗的表现 却让肖肖如嘴冰箍 当肖肖提出让花狗带自己私奔的时候 花狗却死活也不肯答应 因为花狗知道 自己这一穷二白的家境 带着肖肖在那个看似繁华的县城里 根本活不下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肖肖认识到了怀孕的严重性 一天夜里 村里突然召集村民开会 原来是村里的寡妇 巧秀娘出事 巧秀娘是村里十分年轻的一个寡妇 丈夫死的时候 她只有二十岁 按照村里的习俗 巧秀娘要给丈夫守一辈子的寡 但她却没有安分的遵守这个规定 秀娘与村里的铁匠开始了秘密恋爱 并且两人现在已经私混到了一起 事发当晚 村里集体投票通过 将铁匠的双腿打断 而被大家认为不少负荡的巧秀娘 则村民拉上船 然后化到江中心沉江了 巧秀娘在临死前 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号 这声哀号深深的印在了肖肖的心上 此时 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悲惨结局 而花狗也是当晚事件的经历者 看着被打断双腿的铁匠 花狗吓得胆战心惊 第二天 花狗便撇下光潜不要连夜逃离了 当肖肖听说这个消息以后 已经万年俱灰 为了打掉孩子 肖肖甚至跑到庙里祈求菩萨 偷偷吃下庙里的香灰 但不认识字的肖肖并不知道 她去的庙却是送子观音庙 孩子始终没有打掉 自己的肚子也一天天打了下来 继续留在村子里迟早会被发现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 肖肖悄悄地逃到江边 在这里有一条无人看管的渔船 肖肖拼尽全力 想把渔船推进河里 但却始终没有如意 最后 肖肖一个人坐在船里 无助地哭泣着 哭泪了 便逐渐地昏睡在了那条船里 当肖肖再次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被绑在了家中的柴房里 而她怀孕的事也已经暴露了 发生这种事 杨家里面紧失 杨家人找来肖肖的叔叔 毕竟从小看着肖肖长大的 叔叔一直替她求情 还说那个时候 大家特别迷信的一点 一失两命 如果沉江会化作厉鬼 回来一直缠着杨家人的 杨家人听后不敢冒着险 于是决定将肖肖卖掉 但此时的肖肖已经濒临生产 又有谁会轻易接受 于是一家人就只等肖肖生完孩子 如果是个男孩 就把肖肖留下来 如果是个女孩 就把孩子扔掉 然后把肖肖继续卖走 升船的日子很快来临 肖肖在产房疼得死去活来 或许是上天怜悯这个可怜的女孩 或许是肖肖去求子观音的祭拜 真的管用 肖肖生下了一个男孩 随着男孩的将士 一家人对肖肖的态度 也有了转变 十年之后 那条江上又迎来了一条 敲锣打滚的船 那个山间又走来了一帮 挑着轿子的挑夫 这次迎娶童阳席的是肖肖那十岁的儿子 当肖肖以为人母时 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悲惨的样子 有一个肖肖的故事 在这个偏远的杨家奥村上演 此时的春观 再去往了城里念书 在儿子大婚这一天 春观也被家人安排着 与肖肖远房 受过现代教育的春观 无法接受这些封建的婚姻 和落后的家庭 在一个山雾辽耳的清晨 春观带着简易的行李 离开了这个村子 这个家 也离开了这被封建世俗缠绕的村子 在春观没落的背影 和村子热闹的强烈对比中 影片就此结束了 《乡女肖肖》是上映于1986年的一部影片 它改编自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肖肖》 是一部典型的批判封建思想 与倡导女权主义的一部作品 故事中的肖肖是不幸的 又或是幸运的 如果她生下的不是一个男孩 那么之后她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还不得而知 而肖肖又是不幸的 在现在社会 本该正常的自由恋爱 在那个封建且落后的时代 却是万人唾弃 不能容忍存在 肖肖又是愚昧的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幸运 也不知道自己之所以悲惨 就是因为同养系的恶酥 当面临着有一个 与自己相同面的女孩时 肖肖却心安理得 甚至有些欣喜期盼 而最后离去的春观 似乎在告诉我们 只有知识与文化 才能破除这些封建落西 才能改变大家的命运 只有所有人都知理民法 封建迷信 才会被彻底的送出 我们的生活